写上你这个系统的名字 然后呢 上面有哪些模块是调用你的 The target system is used by the subordinate systems 然后呢 你这个系统下面调用 It depends on一些 subordinate systems 你的下层的模块 然后这边呢 是你跟你的peers 你有哪些peered模块 画在这边 然后这边呢 你要画的是你的actors 有哪些人 人物 或者是有哪些子系统 它起的是这个actor的作用 它用你来完成它的一个什么任务 OK 那这个书上呢 给了一个例子 就是那个safe home security 那个家居保安系统 然后它的核心模块 它抽取出来一个叫security function 那专门负责 就是安全保安全保卫相关的那些功能的处理 这么一个核心模块 那它怎么理解这个东西呢 它的上层 是safe home product 这个产品 作为一个整个的这个 你看它怎么定义product这个模块了 这个模块来调用 肯定要调用它 然后internet based system 就网上远程操控的 那个系统 也要调用这个security的模块 然后它底层呢 security模块直接调用的是那些sensors 那些探头传感器得到的信息 就是传给它 然后什么跟它是peer呢 叫s surveillance function 这是叫什么监控系统 然后它是那个做处理的 做行为处理的 然后这边呢是负责监控的 然后它们是一个互相调用的 peer to peer的这个关系 然后有什么角色 有什么actor来调用它呢 一个是control panel 一个是homeowner 这一头有一个有趣的 就是你要取决于说 这security function到底是 包含了哪些内容 也就是说homeowner 它一般来说呢 是通过control panel 来调用这个security function 对不对 它通过那个叫什么控制面板 它通过操纵那个控制面板 来操纵这个模块 但是它又把homeowner 化成了一个直接的actor 的意思就是说 它还有一个接口是让homeowner 可以不通过control panel 直接就去操控这个security function 它有这么一个口 就是这个呢 就是说你们要记得 下次你们做presentation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先要把这个讲清楚 上下文 你的系统在整个的我们这个支付宝大系统里面 它是处于一个什么位置的 你们组跟另外四个组 它是一个什么关系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OK那这个是ACD 是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第二件要做的事情 抽取出你的archetypes 什么是archetype 一个archetype 我们说其实就是一个class 你如果用OO的眼光去看这个问题的话 它就是一个封装的一个class 但是你整个的系统呢 你从详细 从那个设计上讲到细化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很多的classes 在archetype 能够被称为archetype 这样的class 是那种非常核心的 非常critical 至关重要的 那些最重要的几大类 然后这几大类是怎么关联的 就抽取出几个 就不是说几十个全部都放在这 不是的 你抽最有代表性 最核心 最重要的 最关键的一些class 然后描述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 就用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图 来描述你的target system 然后你再把这个archetype 一点一点的细化 那像 那书上呢 继续以这个safehome security function 作为一个例子 那我们在这呢 不详细去讲它 我们书上给了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如果你不会不知道 怎么去定义这个archetype的话 自己下面去花时间 看一下那个figure10.8和10.9 就是说你从怎么样 从抽象出一个 一个大的archetype 到不断的到细化 到再把它实力化 这么一个过程 archetype也是你需要报告的内容之一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是你是应该把你的系统架构 整个呈现出来给大家看 在此之前呢 先要提醒大家 就在设计的时候 千万不要一根筋 我们前面说过什么是一个好的设计 好的设计不应该是只有一孔之键 对不对 Tunnel Vision 就你不能只看到 只看到一个点 就是你要有 你要考虑到很多种可能性 然后你从里面去选一个 比较好的 对你这个系统来说 对你这个要达成的这个目标来说 是最有效的最合适的architecture 那你怎么去评判这个有效性 那这本书上呢 给大家介绍了这么一个 一个怎么说呢 一种方法叫trade off analysis 什么叫trade off 我还真想不出一个特别合适的中文词来翻译 什么是trade off 大概就是说有得比有失 对吧 有失比有得 他那个得失你去怎么平衡 你能得什么 能失什么 然后就做这方面的分析 你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到 就我们实际上是要对 你要提供几种不一样的architecture design 那个大概的那个design 然后呢 大家来评估一下 基本上就是你提出几种不同风格的 不同的设计风格 然后大家来评估一下 你要在这盖一个楼 你是要盖一个江南风的 你还是要盖一个摩天大楼 你还是要盖一个什么风格的楼 大家先评估一下 对不对 怎么评估呢 那前面几步呢 都是很很简单的 就是说你从scenarios 然后requirements 等等等等 最后呢 你做了几个不同的这个architecture style patterns 给出来了 给出来以后最重要的是第四步和第五步 第四步呢 就是我要就这个quality attribute 我对每一个style 对每一个quality attribute 做那个单独的评估 这quality attribute就取决于你要做的这个东西什么是比较重要的 比如说reliability 比如说performance security 那支付宝 我们说哪几种是特别重要的 reliability肯定是重要的 security肯定是重要的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portability 就是有这么几种 有好多种的性质 那针对每一个性质 你去仔细地分析一下 你的这一种architecture style或者architecture pattern 它是这种性质表现的怎么样 那这里头呢 就是说每一个什么什么ability 都是看上去是一个很抽象的词 比如说reliability 可靠性 可靠性听上去是一个很虚的词 我怎么说这个系统的可靠性 你给了我一个架构 然后我说它的可靠性有多少 你最后是要得到一个 其实你是要得到一个 比如说它的可靠性大概有80% 还是95% 你怎么得出来的 这东西不是拍脑得拍出来的 我们这里面写的每一个ability 每一个属性 就为什么有专门研究软件工程的人呢 就在研究这些事情 你怎么把一个抽象的描述 非功能性的这么一种描述 变成一个具体的可度量的东西 你凭什么去度量它的可靠性 你怎么能够设计一个公式 你能说我这个计算公式是比较合理的 然后用这个计算公式算出来一个 它是80% 它就是80% 它是95% 它就是95% 这个东西是怎么算出来的 每一个ability背后 它都有一系列的度量 那这个度量呢 是要在我们这学期的最后 才给大家大概的去介绍一下的 总之呢 你就要知道 它的每一个quality attributes 看上去是一个很虚的形容词 实际上它都是 应该要努力的把它落地 成非常实的可以度量的东西 那么你这个架构 给出来了以后 大家就要对每一个quality attributes做这个评估 然后就可以看出来你这个架构哪方面比较强 哪方面比较弱 于是呢就是要有第五步 就是要看一下你这个系统设计它的sensitivity 它的敏感度 它的每一个quality attribute的敏感度 就是哪一方面是 你对就是它 你的你的系统架豆 你如果现在这个风格的话 稍微起点变动 你的比如安全性就会极大的降低 那你就是你对于这个安全性是非常敏感的 你或者说是你什么地方稍微有点不稳定的话 你的另外某一个属性就会变得非常厉害 那就找你最sensitive那些点是哪里 然后最后大家就要坐下来做一个评估 你怎么样评估说我给了三个不同的设计方案 哪个设计方案好 哪个设计方案差 这个不是说随便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 就是你的好你的差 你要讲出道理来 要讲出道理来 这点呢顺便也说一下 就我看到我们这么多同学的那个毕业设计 你们还没到写毕业设计的时候 我希望就是说 今天听了这门课的 听了这节课的同学 你以后毕业设计不要再出这样的问题 我看见很多的毕业设计的一个通病 包括我看其他学校的毕业设计 也是这样的 就说我做了一个系统 或者说我做了一个子系统 然后就说我做了什么 我的需求是这些 于是呢 我是这样设计系统的 然后呢 我是这样实现的 然后我是这样测试的 我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 你把他 他把它做的每一件事情 到时候都写得很清楚 但是我说这是不够的 这种写法是不对的 你要写你做了什么 你还要写你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做 你说我有这堆需求 于是我就这样设计了一个系统 你凭什么这么设计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实现同样的功能 有没有其他的风格的设计风格 然后我们有很多现成的设计模式 为什么你选择了这一种 然后为什么这一种是最合适的 这是最有技术含量的部分 否则你那个论文写的 就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就是一个工程报告 对吧 然后说你为什么这么设计呢 我也不知道 我老板说这么设计 于是我就这么干了 是吧 那这就是典型的马农风格 是吧 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不是要一辈子做马农的 所以你要想为什么 凡事要想为什么 包括你上课你要想我为什么要听你在讲这些东西 我为什么要听 然后这个东西讲来有什么意义 我听了它有什么意义 就是随时要在脑子里想的是为什么 所以我希望呢 听完这节课以后 你们大家以后在写毕业论文或者毕业设计的时候 千万要记得 你的毕业论文或者毕业设计除了要呈现给大家说你做了什么以外 更重要的最有技术含量的部分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写这一块 你就缺了很大的很重要的一块内容 毕业答辩的时候包括老师也是要问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然后你说我我其实也没多想 人家说有更好的办法呀 你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存在有有有这么样的一个更好的工具 然后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呢 他说我也不知道老板让我做了 我就怎么做了啊 这就是最差的回答 OK 这个是要分析一下啊 然后选择一个最好的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看 就是我们到底是 怎么从我们需求分析里面我们有画数据流图 从一个很复杂的数据流图里面 然后抽象出一个系统的架构 这个系统架构是怎么过来的 那我们重点呢是讲那个最经典的core and return architecture 其实也蛮简单的 这个就是说data flow 有两种类型 我们把它大概分成两种风格的 一种叫transform flow 那基本上所有的数据流图都可以 你都可以把它认为是transform flow 就是我们把系统理解为 一部分是处理input 一部分是处理output 中间这一部分是process 这个就是一个IPO 这个transform 另外一种特点叫transaction flow transaction flow是当你发现那个数据流图里面 有某一个点有特别明显的 transaction center的那个特点 什么叫transaction center 我们的长途汽车站 火车站 机场 都是非常典型的transaction center 我们大家都从这个市里面 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个点 然后这个点 把人按照你不同的目标 分到沿不同的路径 给送到不同的地方去 我们叫一个事物流的处理中心 那它是负责 像一个switch case 就是switch case 有这么一个结构 就是一个典型的transaction flow的结构 那根据这两种不同的结构 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映射方法 transaction flow 那基本上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凡是你看到有这个特点的 基本上都有这个特点 所以我们的系统的第一层 架构第一层 通常都可以写成 我这个系统分成IPO三大块 然后 这个I对应的是这一块 P对应的是这一块 O对应的是这一块 然后对于这个I input这一部分 我们是从以这个boundary为解 从 从 从怎么说呢 朝它来的方向化 从上往下 是这个顺序 就是这个I这个模块 调用的是B和C B和C两个共同调用的是A 是这个模式 然后process这一块呢 随便你怎么弄 一个最简单的初步的方法 就是把他们全都认为 他们是并列的 你可以把它分成三个组 然后去做 当然你也可以把某一个 放在某一个下头 这个whatever 这是后期调整的 O呢 也是从boundary往外 去画的 这么一种画的方法 这是transform mapping 然后transaction呢 比如说 这么样一种情况 大家看到其实就是说 整体来说 它有一个transaction的特点 中间有一个transaction center 然后transaction的每一条路径 它其实又是一个小的IPO的 这个 这个模式 对吧 那么 其实它几种 两种模式经常是套在一起的 一个大的复杂的系统里面 它有好几种 具有不同特点的局部 然后你局部展开 一般是这样子 就是它有一个input的那个流 然后它有一个transaction center 放在这 然后下面呢 它有三条路径 它就对着它下面的三条路径 然后每一条路径 它就对着三条路径 PE P2 P3 然后每一条路径呢 又是一个IPO的模式 你可以这么样去理解它 但是要说明的是 那你要看这个架构 其实一点都不好 它太宽了 首先 这没对齐是吧 这个PE对到也对齐了 就总的来说好像这一层实在太宽了一点 这只是一个 你可以用于机械化操作的 你要做得高级一点 你如果能直接用一种方式去表示你的数据流图 那你就可以写一个程序 直接把数据流图 给它转换成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structure 一个call and return structure 那这是一个初步的东西 然后你拿到这个图以后 你还要人为的去做很 人工的去做很多调整 你要把它调整的更合理一点 包括宽度深度等等 这些东西 这是一个大概的这个mapping的方法 然后就是分工 分工呢 你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分工方式 一种是horizontal 水平的切分 就如果你的系统非常明确的 有几个非常比较独立的功能的话 那么基本上一个功能对应的一个分支 然后你分工的时候就是这么 一个功能归一个组 那这个其实是我分工的一个 我给你们分工的一个基本的方式 对不对 我认为这个系统 它就面上分成这么五大功能模块 那我就按这个 我认为每个功能模块对一个分支 那我画下来的这个系统架构图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分工就是这么横着分的 竖着切然后横着分的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分工的 风格 它是叫vertical 它是横着切竖着分的 如果你这个系统 具有特别明显的 就是底层是支持的 上层是决策的 下面是干活的 上面是领导 上面是做决策的 如果有特别明显的这种决策层的 这种层次感 那你可能分工的时候是会 竖着分的 分工的时候有可能是竖着分的 当然在一个充分庞大 充分复杂的系统里面 不可能是说 我每次只用一种风格 去做分工 通常来说 我们这些分工都是横着切竖着切都有的 对吧 我先竖着切 把这个一个分支一个分支分给你们 你们自己下面去分工的时候 你可以竖着切 你也可以横着切 大家都是纵横交错的 总的来说 不管你怎么分工 做这个architectural design的一个总的目的 我们希望能够你的分工和这个模块划分 你要注意几点 你希望测试会比较容易 你要方便测试 要方便维护 因为你是怎么测的 其实你后面维护的那个队伍是直接相关的 你要方便测试 方便维护 然后呢 你希望 方便测试 方便维护 其实就是意味着什么 fan out不要太多 然后你希望side effects 那个propagation 就是什么地方错了 一个模块如果错了的话 它的副作用不要传播的太广 那就是说一个模块 它的fan in不要太多 否则的话 你就牵一发动全身 你希望这种情况不要出现 然后你希望你整个系统架构还是比较灵活的 就是如果我要扩展功能的话 希望它是比较容易扩展的 那这些呢 就具体要怎么做到 那我们得专门有一门课去讲 好像我们虽然是计算机专业 我们好像也有这个软件的系统架构这么一门选修课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你们可以去那个选修课里头 再告诉大家更详细的说 你怎么能做到这些 我现在只能是跟大家说 你脑子里要有这些概念 你在做设计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后面的问题 你这个设计是给人用的 不是指了交了给你TA看的 OK 那接下来呢就是说22号的时候呢 大家要做这个presentation 是一个每个组有五分钟的时间 我在这里特别提醒 如果你听到哪个人说 这事情很容易的 我只是一个五分钟的presentation而已 那它就一定是个外行 你说是五分钟的presentation容易做 还是五十分钟的容易做 显然是五十分钟的容易做 我四十五分钟一节课 对我来说是很容易控制的一件事情 我看看时间 如果时间富裕我多讲两句 如果时间紧了我少讲两句 我语速快一点慢一点 我有四十五分钟的时间 给我有很充分的弹性 去掌握这个伸缩度 五分钟的话什么弹性都没有了 五分钟你还要把一件事情讲清楚 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任务 完全不简单 我在下面如果就说 人家要我给一个报告 人家说我给你一个小时时间做报告 那我这个随便准备准备 我就可以去讲了 想到哪儿讲到哪儿都可以 但是如果说我只给你十五分钟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主修专业宣讲 教务处规定 每个专业十五分钟 不许超时到点了 要把你轰下来 我为这十五分钟 我可能要准备好几个小时 因为你要把那么多要讲的内容 压缩在十五分钟里面 你们呢是要把你这个子系统 整个的架构 讲给什么人听呢 不是讲给你自己组里的人听的 你自己组里的人已经很清楚了 你是要讲给其他组里的人听的 你是要讲给不熟悉你这个模块的人 每个人都熟悉自己的模块 都不熟悉别人的模块 你要在五分钟的时间里 让别的组都听懂你打算怎么做 而且还能提出意见来 如果你这个设计明显的接口有问题 人家还要说不对的 因为我们这个presentation不仅是为了打分用的 是吧 还是大家一个沟通的机会 全班一起来互相协调沟通的这么一个机会 你这五分钟时间非常宝贵 你得让五分钟时间里头 把你的系统架构讲清楚 讲到让另外四个组都能听懂 你想你要讲什么 你打算怎么讲 那这头呢就给大家经验性的建议 五分钟是你要非常讲究的 你有两种规划的方法 一种呢是你把你要讲的东西先铺好 然后你按时间点来分 我每一分钟要讲到哪 一共五个点 我每个点我要讲到什么位置 这个你要搞清楚的 还有一点就是你要讲哪几大块内容 哪几块是重要的 哪几块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内容你要花多少分钟去讲 比如说重要的我要花两分钟 不重要的半分钟掠过 或者说十秒钟以内就三言两语把它带过 然后重要的地方我要仔仔细细的讲 如果两分钟不够的话两分半 你要去按照你的内容的重要程度 去组织你的时间 然后最后呢你要给自己几个时间点 一般做的好的组 其实上下配合 虽然台上只有一个人在讲 台下好多人都很紧张 他到了一个时间点 要不够他 蹬一下 你看就知道 看我倒没倒那一页PPT 这要掐得很准的 因为我们有十个组 我们一共有九十分钟的时间 然后大家 我说有一分钟的Q&A 实际上一分钟肯定是不够的 那两三分钟总是要的 所以呢 再加上中间大家上去要打开PPT 要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时间一弄的话 我们九十分钟内结束 其实是很紧张的 一点那个多余的时间不能有 所以呢 五分钟如果你超时 大家就开始扣分 好吧 我们那个打分表 大家自己回去仔细看 我那个文件里面有给出来那个具体的打分表 然后打分表里头有一条叫做style 那个style不是说你的architectural style 是说这个演讲人的演讲风格 如果超时扣分就扣在那一项上 你看他抄了多少时间 然后到点一定 就是说我这边呢 四分钟的时候会给你一个提醒 我会到时候带一个小铃铛过来 你听到铃铛叮铃铛铛一响 你就知道还有最后一分钟 你还没讲完要加速了 另外呢再跟大家说 你们的学长学姐们最常犯的一个错误 他们之前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什么呢 你要看清楚那个打分表上有哪些打分项 就意味着我要求看到哪些内容 这些内容是最基本的 你先把这些内容讲清楚 再去讲你如果还做了更多的东西 你有时间有余力 你再去讲其他的 你不能说有经常有这样的组会出现 就是说他前面刚做了那个architectural style的那个论文嘛 特别有心得 特别高兴 然后讲了三分半了还在讲他们那个architectural style 我实在忍不住了 四分钟还没到 我要跟他说三分半钟已经过去了 你还没开始讲到可以给你打分的部分 对不对 那最后就发现我要看的ACD没做 什么是archetype 什么是archetype 不知道 然后最后草草的讲了一下那个architecture 然后他就下去了 你说怎么打分呢 你要看打分表里面打分项里面这些都应该是零了 那你不是很惨吗 对不对 说起来我讲了五分钟好像还不够的样子 所以就是合理的规划这五分钟的时间 其实是一项非常非常艰巨的任务 就我要给你十五分钟你顿时就轻松好多 但是我只给你五分钟 每个人就只有五分钟 这个时间的控制对大家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就包括你以后说去做任何演讲的时候 你毕业设计答辩 我们一个学生大概十五分钟 然后五分钟问问题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所以你说我这个毕业设计 我做了这么多的工作 然后你必须在十五分钟以内把它讲完 那也是要做一个很好的规划 凡是十五分钟以内的演讲 我觉得都很困难 对我来说 我准备十五分钟以内的演讲 十分钟五分钟十五分钟这种 都是特别痛苦的 我通常会在我的手机上 设好几个闹钟的那个闹点 然后到那个点 我那个手机在口袋里头一震动 我知道我看我讲到那儿都没有 要需要调整一下 那这个呢都是给大家一些经验之谈 然后最后再提醒一下 因为我们打分呢 到那天是要每个组自己带 我不给你准备那个grading tables 你自己打出来 然后给其他的九个组准备 你要准备九张那个grading tables 然后要做个记录的 除了打分之外 你一定要写清楚理由 那个表上有就是说他的优点是什么 他的缺点是什么 你给人家扣分 你扣的每一分 你都要写出理由来 你凭什么扣的 你觉得他哪一步不好 所以我扣了他 在这个地方我扣了他几分 你如果给他满分 那你也要好好地夸他一下 优点里面你要说 他有什么什么样的优点 我觉得他太好了 通常满分是不太 就是你得有充足的理由 他居然可以得满分 他完美到了什么程度 这个你都要 每一个理由要写清楚 那TA最后在给你们组算分的时候 除了你的那个 所有的peers 你所有的同事 那个九个组给你打的分数 去掉最高分 去掉最低分 然后算一个平均分 对吧 然后呢 我作为老师 给你打一个分 我占50%的权重 我跟你们其他人的平均分 加起来除以二 得到你们最后的成绩 这不是你最后的成绩 最后的成绩是TA给的 TA要看一下 你给其他组的评判 是不是很认真 就意味着你对同行的尊重程度 你是不是够充分地尊重同行的劳动 那其实呢 每个组到最后拿到一张很详细的打分表 除了你的分数分布之外 还有所有的同行给你的评价 你的优点是什么 然后所有的缺点的那个清单 所有的评语 这是你其实每个组看到最好玩的地方 最有兴趣看的地方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 那时候你会看到 这个大家的意见可以多么的不同 有的组认为是很大的优点的地方 被另外的组认为是很大的缺点 这个都有的 那你希望看到很有意义的建议 那你也要给出别人很有意义的建议 那你就说你充分尊重别人 别人都不一定尊重你 你如果不尊重别人 别人肯定不尊重你 就是这么一个做人的道理 所以呢 你对同行的尊重程度 是贴给你最后打分的 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还有一个分数不能算错了 有些组给人家打分的 给别人组打分的时候 那起评分就不对 我说满分是50分 我按他这个一加 最多满分只有45 不对 他上来就给人家少算了5分 因为他自己那个表里面 做的起评分就写错了 那这种呢 或者有的组呢 是大好人了 他多算了5分 这我不管你多算还是少算 是你算错的分数 你算错多少分 从你最后得分里面扣多少分 你给人家这个组少了2分 你的总分你就扣2分 你给那个组多了2分 你的总分你还是扣2分 所以呢 这也是就是说强调一下 你如果很care自己的分数 别人也很care他自己的分数 你希望别人很严肃认真的对待你 你也要很严肃认真的对待别人 那这是一个郑重的提醒 那么我们今天这节课就讲到这儿